各位朋友 南央在旧宁山湾区向你们问好 今天是2019年9月22日 是我通过电子邮件行事 群发的南央音频节目的第13期 请听 赶坐中国垂名千古之人户 2004年10月上行去大陆访问 动身前 曾对江南宁下台后的北京形势 抱有极其乐观的展望 想即使出差机会去富翔胡同6号 探望赵紫阳 不为别的 只为告诉他 可惜历史为假踏实 否则他必定已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手柄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更为浓重的一模 回国后 所遇的局面大为出乎我的意料 原来说好带我进富翔胡同的人 临阵退缩 他拿来的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总结发言的一页 以证明不是他胆小 而是形势比江在时还坏 他说我们这些人自己无所谓 只是不要给紫阳的处性血上加霜 我思量再神接受了他的劝告 在赵紫阳八十五岁那天 遥望东丹方向 祝愿他再撑几年 得以自由之心离开这个世界 我在那天以后 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 要行路去见胡锦涛 地上我匹肤之见 可惜无门可逆 只得与有来访父亲的客人 便大唐我欲尽解之言 多数人听着新鲜 听后就双手赞长 但是无意例外的哈哈大小位之天方夜谭 我索性写些着天方夜谭 借香港开放杂志一地 留此存照 忘有新人 读后铭记在心 有朝一日 有缘登上第一把手宝座 实是一条 几条乃至全部 那竟是我民族之心 我对来访的朋友们说的是 假如我是胡锦涛 我要立即组织班子 策划并实施以下属建设 一 以国家主席名誉 委任赵紫阳为特命权权大使 代表他与达赖喇嘛谈判 协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 之后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议案 交人大讨论通过实施 这样做 一键双雕 既可避开在党内提出 解决赵紫阳问题 可能遇到的麻烦 恢复赵的自由 其他是非以后再论 又可借赵的威望和经验 对西藏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摆脱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将西藏问题国家化 亡顾当今世界出现的波黑战争 车臣恐怖和海峡两岸的尴尬局势 无不是因强忍战士 未能解开嘎打而成为困扰国家和地区的死结 为了中国的安定和长治久安 西藏问题是到了一定要解决的时候了 如不趁达赖战士了断此事 他离去后 藏独问题必然成为比台独还令人头痛的永远的难解之题 甚至成为国家人民永无安宁的恐怖之源 以国家主席身份 就以县制国理念 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采访 阐民任何一级党或国家行政机构的领导人 都无权阻挠 迫害那些通过法律程序为自己或家人 和共同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 进行申诉的个人或群体 这一声明同样的适用于那些 为在1989年六四期间死亡的家人 上述法院的个人和群体 以国家主席身份 在公共电视上发表证件是合法合理的 这一做法 一可绕开所谓中共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 二可脱离有党定罪 有党平反的怪圈 将六四问题的解决纳入法律程序 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 附有杀人罪责 原告提供经法庭认定 又确凿证据的人物 都受到法律的审判 以及将罪责落实到 每一个具体犯罪之人的头上 这样才能保证彻底查清六四真相 保证那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三立即将现居中南海的所有国家机构 移至人民大会堂办公 党的机构则合并精简 另行选址办公 分期将中南海内一切建国后 所盖建筑物定向宝泊 清除或整体迁移他处 还中南海为国家公园 向公众开放 中南海原建筑物内的 毛泽东 中文莱 刘少奇等 前国家领导人办公地和住址 可辟旧居开放 共参观 这一行动表现了新一代领导人 以宪法治国 与皇权决裂的决心和真诚 定可取信于民 获得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 空前真心的拥股和支持 四 招手实施党政脱钩 将中国共产党淡出国家机构 这一步可分三步实施 A 令乡镇县地县省市四级的党的第一把手 改称为该四级国家行政机构的第一把手 即令他们成为乡镇长 县长 区长 省长 这四级国家行政机构的第一把手 即现任乡镇长 县长 区长 省长 顺将一级担任第一副职 将这四级党的组织机构的经费来源 从当地人民税款和国家调拨 改为中共党员所交党费支持 这一改变 对这四级党的领导干部的个人地位和既得利益 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冲突 相信相对于苏联解体 苏共党员一夜之间丧失一切策权 这应该是一种中共党员权衡利弊后 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他们的权力的逐步演变方案 如党员所交党费资金不足 受冲击最大的将是那些在这四级党的机构共职的一般干部 这可以党政同级机构合并精简的方式予以解决 B 撤销国家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部门的行政拨款 B 组织部 统战部 宣传部 中联部 复联国家机关党委 中共中央办公厅等 一切中共的机构盖由中共党员党费支持 对这些机构部门的合乎离休条件的干部 参照国家机关 含以撤销国家机构的离休干部待遇 由国务院统一拨款 赡养 对在职干部可参照其他国家机构撤销 国营企业解散时的方式 按公领党员年龄综合指数 以此买断 浅算 所需费用可由拍卖这些机构部门的 现有不动产所得之不 这一举措对中共党的机构的干部 职与与下岗工人相同的社会地位 会起到平息目前 国有企业下岗工人闹事的作用 又因为老干部得到妥善照顾 在职干部的三菱买断所得 绝对高于下岗工人所得 无理由吵闹 应不会导致大的动荡 C 取消中共内部的军委主席 副主席的职务 承认国家主席为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 一切重大国内国际军事行动 由最高统帅提出 交人大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当然 实施以上三项措施时 应有更细规则和时间进度 但是这三项举措施将使我国彻底摆脱 打国模式 成为向着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前进的起点 五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阴行纪念碑的正北方向 最低一处台阶下 修建一嵌入地下永远燃烧的火坛 在火坛的四周气炎上 刻上这样的词句 1989年以来 被我党下令动用国家军事公安力量 而惨遭无辜杀错的人民群众 致死人人长眠于此 1966年以来 因我党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而被害致死的人民群众 致死人人长眠于此 1949年以来 在我党历次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中 因饥饿贫病 劳改流放 囚禁致死的人民群众 致死的我党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制度于党国里面决裂 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诚意 并以此为起点 逐步开放党禁 暴净 并中国向一个民主 自由 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过温度 我感言 胡锦涛 哪怕只做上述所言 五件事中的一件 将得到人民的忠心拥戴 哪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 做到了所有五件 将千古吹名于中华民族和世界 国家的级别 无可奈何的 期待于英雄人物的出现 我相信赵紫阳 胡耀邦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 曾经有过政治改革的大胆构想 可惜他们机缘未到 还有谁能抓住历史的契机呢 我只知胡锦涛不难 呜呼上响 2004年10月26日 五计转远间 胡温第四代已经成为历史 洗礼第五代登基成为当今 改革开放以来 只改经济 不动正体 前几任留给第五代的 可以使用的资源 已经建了钢铃 我最近在跟美国博信王主交谈时 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些干部子弟不改变政权观念 就毫无希望 必须将政权观念改变为政府观念 我不认为目前的中国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 能够取代共产党 我所努力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 而是推动他 从统治国家的政权 转变为为国民服务的政府 以及 我们需要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 但是不需要一个拥有国家的政权 就在与这位王主交谈的前几日 我和家人从香港携带入境的53本新书 李锐口述往事 被北京守得机场海关 悉数扣留 一个病辱高慌的政党 如此的汇集记忆 连自己的元老回顾追随其一生的经历 忽于接受叫醒 痛感前飞 都不能相辱 摆出的真是一副等死的架势 共产党忙了不要紧 他将中国这片土地 已经统治成 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下 再不改革政体 中国老百姓 也只有等死一条路了 我因此以为 如何处理我对首度海关机场 扣书提起的诉讼案 将是习理执政 真实路线的风向标 正如国歌所唱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老百姓 能指望上洗礼吗 行笔之词 想到父亲李锐 在他口述中 谈到我的爷爷李吉方 他和黄兴 宋教人是好朋友 是第一批同盟会员 最心于在中国市 推行民主政治实行宪政 父亲李锐 追随其父李响 青年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世纪不一而受寂磨难 晚年唯一忧心 何时宪政大开张 如今 我这李家第三代 也已过画家之年 爷爷的宪政之路 在中国仍看到实现的沉迹 2014年2月14日5月 这篇文章是于2014年 胡温刚刚上台时解救的 对中国的前途 那时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 在习礼上台不久的2014年初 又加了一段补记 如今五年过去了 我的父亲也走了 他留下的绝唱是毛病不改 极恶成袭 今天香港人为要求中共兑现 他的诺言 港人治港的抗争超过了百日 国内的网上 国外的大街上 中国的小粉红们 对香港人极为下流的辱骂 令我震惊无比 中国人在中共70年的统治之下 良知和德行 竟然沦丧到了如此无以复价的地方 刘晓波先生说的没错 中国至少需要经历三百年的殖民统治 才有望踏上文明之路 我知道 我是看不到县政开张的那一天了 连县政之船的维干 尖尖也不会看到 我一直从心底感谢香港人 你们让我看到了荣耀和希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周日再见 谢谢大家